首先我们要制作包包的带身 一般上勾针它比较难做到弹性的织法 像今天这款包包我们使用比较有弹性的织法来制作 开始锁针7针14针 完成第14针以后我们会加多1针的锁针作为高度 接下来我们翻到背面 在背面中间的这一条上进行引拔针 第一针引拔针会落在第14针上 就是最后的第二针 在背面中间的这一条 接下来进行引拔针 来到最后的三针引拔针 这样子的话第一针就完成了 这里我们制作了14针的锁针加1针的高度锁针 再进行14针的引拔针 接着我们做第二排 第二排的话 开始起针一针锁针 接着去到第一针 我们只挑第一条前面的第一条 也就是上面上面的指纹的左边的这一条 接着做14针的引拔针 第二排的引拔针也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要接着做第三排的引拔针 在做引拔针之前 一针的锁针起立针 接着在最后一针上的左边这一条 建立第一针的引拔针 这一排我们同样会制作14针的引拔针 第三排的引拔针也完成了 现在第三排也完成之后 我们会用同样的方法制作到第24排 这边已经进行到第12排的引拔针 这边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编织的织纹 看上去的话就是一凸一凹的罗纹 如果你织出来的不是长这样子的话 可能就要注意了 可能是你的织法上面有问题 好接着就把接下来的第12排继续编完 到第24排的引拔针 好这边 24排的引拔针已经完成 好现在我们来辨认一下 左边这里其实点在左边的方向 然后右边的方向右上方 这里是我们刚刚编到的重点 其实点在左下方 这里的话我们把它辨认为正面 因为正面跟背面的指纹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编织的地方 是在这上方 然后怎么观看哪一针是哪一针 我们看这一条一条一条吐起来的部分 总共会有12条 这一排我们会建立12针在上面 开始第一针锁针起立针 接着我们会在这一排的第一针上面 建立一针的短针 到隔壁的这一条凸起 凸起来的这一条的部分 上面做第二针的短针 两针的短针之后 三针锁针 接下来跳过两排 这两排 针 到第三排 跳过这两排到第三排 做五针 接着做五针的短针 第一针 第二针 第三针 第三针 第五针 第五针 做到第五针的时候 我们直接会做一个提把 包包的提把 会做36针的锁针 完成针以后 回到下一针进行短针 完成最后的三针短针 这一排完成之后 会长这样子 这里会有个洞口 这里会有一个提把 好 在这一排上 第一针起立针 两针的短针 接着三针的锁针 空两针 到第三针这里 做 接着做五针的短针 提把的部分是 36针锁针 再接着 完成最后三针的短针 接下来我们会将 这两片 这两边一起缝合 缝合的话 就是在正面对折 我们会在这里 进行用引发针进行缝合 两片引发针 连接的顶 在我们只挑起 这一针上面的第一条 靠外的这条线和 另一端 第一端 这两条的 靠外侧的这一条 就是 左边的这一条 要记得在第一针上 将它们缝合 靠外侧的这一条 两端靠外侧 这一条 缝合 用引发针的方式 将它们缝合 剩下最后的两针 剩下最后的两针 接着我们会在这一圈 上面进行短针 这一圈的做法是 我们会进行一针的短针 一针的剪针 一针短针 一针剪针 一次类推 把这一圈完成 最后一针的剪针 完成最后一针 会跟第一针的短针 进行引发针 这一圈完成之后 会只剩下八针 完成之后我们就进行收线 然后再把它放到正面 这样子就完成了 这样子就完成了